星期日发生在以色列别市巴一个主要汽车站的袭击是两周来最血腥的事件 巴勒斯坦人主要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造成八名以色列人和41名巴勒斯坦人丧身 用种族隔离之强来形容这个局势最贴切不过了 我们和约旦和西安之间已经有一堵种族隔离之强了 今天在耶路撒冷内又竖起了一堵种族隔离之强 他们要把耶路撒冷的居民分隔开 星期天一名厄利特里亚移民被误认为是袭击者 而被以色列人警察开枪打死 警方已经开始在犹太人社区阿门哈纳斯夫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村庄 贾伯尔马卡伯之间建造一堵围剑以避免发生更多的冲突 我有必要住在一个出门上课工作或是购物都感到害怕的地方吗 无论什么都让人心惊胆战 我希望警察能采取更多的行动 增派更多的安全人员 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发动一系列的袭击 起因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有传闻说以色列计划占领东耶路撒冷受到穆斯林和犹太人尊崇的一处圣地 穆斯林把这里叫做阿克萨清真寺 犹太人则称之为圣殿山 以色列坚决否认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实施什么人可以在此处敬拜的规定 尽管如此也无法平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 袭击从事日常事务的无辜平民的行为令人发指毫无道理 但是他避免直接把最近的暴力冲突归咎于任何一方 克里计划在本周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 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